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辽宁男兰和山东男兰 关注一下朱镕镇和高世炎的这笔交易 为什么要来关注这笔交易呢 因为在此前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给大家爆出过 那么辽宁青年队是与这个山东的一家叫做吉诺尔的体育器材公司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 除了会为辽宁青年队提供体育器材之外 还又会有资金的注入 而这笔签约背后的话还有一个更大的工程 那么就是辽宁男兰将会在山东建立辽宁青训基地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举动目的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希望能够从山东大地上去招揽更多的优秀人才 借助于辽宁的培训体系为辽宁一线队培养这样的一个人才 我们知道其实辽宁男兰虽然说他们是中国篮球人才的宝库 但是相对而言的话 他们在内衔方面所贡献出来的顶级球形是远远不如自己的风险和后卫线的 像目前为止当然虽然有韩德军李小旭这样的一些内线顶级球形 但是他的数量和产量是没有办法跟后卫线相比 像后卫线可以说自始至终一直都是辽宁产出的后卫是非常厉害的 比如像之前的李小勇国是强之后的杨明张庆鹏 再到现在的郭艾伦赵纪伟高师爷 对吧 辽宁的后卫自己用不过来还要往外租 那么内线的话相对是比较确认的 尤其是韩德军早饱受伤病的困扰之后 辽宁队也不得不忍痛割暗 让高师爷租借到山东队两年 以换取朱中正的两年使用钱 事实上高师爷在CBA当中 在来到山东队之前其实已经算是成名已久 算得上是一个表现实力比较不错的起源 在吉林队这边 但是朱中正其实在山东南了三年都没有打出来 当时做这笔交易的时候 其实很多辽宁球迷就非常的不挤 对吧 因为双方很明显是一个不对等的交易 从实际上来看 但是没办法 你辽宁就是中锋没人 李小旭受伤 韩德军有伤病隐患 没有一个合格的提补 那在这种情况下 不得已只能够是 做一笔相对而言降维的交易 让高师爷和朱中正进行一个交换 对吧 包括在赛季中期 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富豪给签了回来 这充分说明了 在他们的二线队当中 中锋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那包括此前 被吵了很久的刘彦宇 直到现在为止 已经被证明 根本就是不堪大用 所以说在中正和高师爷这笔交易 即将结束的时候 那么辽宁南南依然要去未雨筹谋 为自己未来的一个内线 尤其是中锋这个位置储备人才 因为中正和高师爷这笔交易 我们说 很显然 辽宁队不可能让他继续下去的 毕竟高师爷所展现出来的水平 确实太高了 而且现在整个CBA当中 对于后卫的需求程度 也远远大于内线 光有郭爱伦和赵季伟 两个国产后卫明显是不够的 再加上高师爷之后 对于辽宁南南 一来可以增强后卫线的阵容深度 二来三大国产和全明星级别的后卫 能够在辽宁队待着 那么未来辽宁队 在后卫线上甚至可以不用去找外援了 所以说这笔交易肯定是要在今年终止 那么中正走后 中锋的空缺如何填补 其实这两年还好 对吧 毕竟他们有富豪 另外的话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那你高师爷来到后卫线之后 后卫不找外援了 我可以去找大外援 是吧 那这样的话还能够去顶一顶 那关键就是 恒德军一旦退役了 对吧 我们知道富豪的身高是不够的 刘远宇又顶不上来 这个中锋位置怎么办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李宏庆的这笔签约 对吧 在山东建立一个辽宁的清训培训基地 那这一招就属于就地取材 山东对吧 也是篮球人才的一个大省 是仅次于辽宁的 那山东最产什么呀 就是产中锋 对吧 当年的吴科 甲城 陶汉林 刀克 现在的朱镕镇 虽然说都没有达到非常顶级 全明星级别 但是你要说 作为一个联赛冠军球队的冠军拼徒 这些人的实力是绝对足够的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李宏庆的这笔签约 也算是未雨筹谋 对吧 就算是今年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朱镇和高十年交易结束之后 双方换回来 那还能就没有了这个运用替补 那么李小旭这两年 还能再顶两年 再签上大外援 再加上富豪 其实那些是人手够用的 那么通过未来 对吧 在山东这块大地上 经营打造 能够找出一个 就不用说实力非常强的 哪怕是能够够得上先发 七秒比刘彦宇更强的中锋 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所以说 这笔签约 我觉得对于辽宁的来说 绝对是非常非常不错的